19号上午9点多 第13岸巡对金针安检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台东东河乡东河西口北岸 发现一只死亡金屯 海巡人员到场也对金屯进行降量 并联系相关单位 经过辨试之后呢 确定这是一只小虎金 后续则是由成功大学金屯研究中心取回研究 海巡人员合力抬起一只死亡的金屯 正是19日上午9点多 第13岸巡金针安检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东河乡东河西口北岸 发现一只死亡的金屯 赶紧派遣同仁前往处理 并联系海洋保育署 台东续产保育科及成功大学金屯研究中心 确认辨识品种为小虎金 因为有研究价值 海巡人员协助保温站制 后续由研究中心人员前往取回 今日上午9点25分 本所接获民众通报于东河乡东河西口北岸 发现死亡金屯 立即派遣同仁前往处理 经相关保育单位辨识后 为小虎金具有研究价值 由本所协助保温站制 后续由成功大学金屯研究中心取回研究 第13岸巡呼吁 东部海域常有保育类海洋生物迷航搁浅 民众如有发现 请立即拨打海巡署服务专线118 由海巡人员协助处理 维护永续海洋资源 这讲解东河相报道 谢谢大家